哈喽大家好,我是不耍嘴皮子,只说好电影的惊悚哥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血色旅程》的第三集,糟糕作家 漆黑的夜晚,大雨滂沱 昏黄的路灯下,停着一辆老旧的大巴士 灯光晕染出朦胧的色彩 一名男子正冒着大雨,缓缓地向大巴车走去 等他上了车后,不仅不慢地脱了外套 然后慢慢地整理好自己的衣物 男子回头看了一眼车厢 此时的大巴车上空无一人 一切准备就绪的男子启动了大巴车 把后视镜调整到了能够观察到车厢的位置 随后,大巴车在雨幕中向前拾去 整个车厢里的人不发一眼 一名身穿红衣服的女子嘴角戴笑地向周围看了一眼 然后迅速低下头,开始敲动键盘 电脑屏幕上显示的是一篇正在创作的小说 她手指飞快地敲动着键盘 而此时的键盘上竟然沾满了鲜血 可是女子却还浑然不觉 猛然间,女子抬头,对着镜头邪魅一笑 清晨时分,男子的一声早安问候打破了瓶颈 被窝中的女子也随之缓缓出声 这正是片头中坐在大巴车中的女作家 她叫做奥利维亚 男子是她的男友马库斯 这对情侣正温存地在被窝中说这些甜言蜜语 突然,马库斯的手机传来了短信的提示音 是她的妈妈安妮丽丝发来的短信 说是让他们一起回家吃顿晚餐 奥利维亚听过后略显担忧地对男友说道 我觉得你妈不怎么喜欢我 马库斯则宽烟安慰奥利维亚说 所有人都喜欢你的 你是世界上最可爱的姑娘 奥利维亚听过后很是感动 两个人又在床上缠绵了一番 起床后的奥利维亚准备出门上写作课 此时,这个世界上最可爱的姑娘 正在享受着所有人的爱护 当她需要拿包的时候 摄友会主动将包递到她手里 她想要便当的时候 摄友会将便当打包好送到她手里 在她想要水果的时候 正准备吃苹果的摄友 也乐意将手里的苹果双手奉送 在别人看来 她是一个深受所有人喜欢的女人 而她自己也一直这么认为 出门时马库斯提醒 今天有雨让她带上雨伞 奥利维亚直接拒绝了 甚至自信回应到 今天是美好的一天 我能感觉得到 开着保时捷的奥利维亚 来到了上课的场所 正在排队的眼镜男大叔看到她后 主动脱离场队 来到了她的面前 两个人略显尴尬地交谈了几句 当奥利维亚准备离开的时候 他们互报了性命 这里我们知道了 大叔名叫亚历克斯 也是前来参加写作课的 奥利维亚离开后 亚历克斯看着她的身影 竟色眯眯地笑了起来 写作课上 老师开始教授他们写作的技巧 亚历克斯一直伸着脖子 向奥利维亚的位置看去 正在这时 老师问奥利维亚 有没有什么糟糕的经历 从小就顺风顺水的她 一时间实在想不出 什么糟糕的事情 只得说到 自己小的时候丢了一匹小马 后来父母又重新给她买了一匹 老师也借此 给他们传授了一些写作的技巧 如果当作者笔下的人物 成长得过于顺利 那么就有必要给他们的人生 创造出更大的挫折困难 为了让学生们 更好地明白自己的意思 写作老师继续讲解到 给自己笔下人物 创造艰难险祖时 通常可以从自己的 日常生活中提取灵感 毕竟 构造文章结构这件事 是作者说了算 而且 写错了的时候 作者总是又删除这个选项 甚至还可以把在生活中 讨厌憎恨的人写进故事里 然后在写作中 把他们杀死 奥利维亚一边听 一边认真的 把老师的话记在了笔记本上 下课后 奥利维亚追上了 走在前面的亚历克斯 然后向亚历克斯称赞着 老师精彩的讲解 而亚历克斯也很有礼貌地 附和着他 突然 奥利维亚看见了亚历克斯 手上抱着的稿纸 亚历克斯健壮扭捏捏捏地 说到自己是个身手 稿纸上是他自己创作的一个故事 在好奇心的驱使下 奥利维亚提出要看一下他的稿子 没想到被亚历克斯 毫不犹豫地拒绝了 一性阑珊的奥利维亚 和他道别后便离开了 亚历克斯则再次对着奥利维亚的背影 露出了色眯眯的笑容 刚回到住所 奥利维亚便听到了三位摄友 对他的谩骂以及侮辱 对此 奥利维亚感到十分震惊 因为摄友们 平时对自己 总是一副和善的模样 奥利维亚想来想去 也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 只能继续躲在门外 偷听着他们对付自己的计划 摄友们商量着扒掉他的衣服 然后将他裸罩放到网上去 最后摄友们想到了 直接杀死奥利维亚这个恶毒的办法 三人达成共识后 开始商量对策 他们计划着 先是邀请奥利维亚去野餐 然后把奥利维亚引到森林中杀了 再把尸体埋进树林里 这样就可以做到毁尸灭迹了 门口的奥利维亚 听到这些后不寒而栗 转身想要逃离这个人间地狱 没想到被出来的摄友们撞个正着 无奈的奥利维亚 只得坐下来与摄友们周旋 刚呼弄完几句的他 准备开溜的时候 男友马库斯突然回来了 奥利维亚想要寻求他的帮助 但是碍于摄友们正在旁边 没敢说出口 摄友们看见他这些异常的表现 立刻察觉到了 奥利维亚听到了他们的计划 所以他们准备出手制服奥利维亚 奥利维亚先发制人 直接拿起滚烫的开水 朝他们的脸上泼去 借此机会 奥利维亚成功逃了出去 他慌慌忙忙地来到了车子边 边掏着钥匙 边惊恐地四处张望 结果车钥匙掉在了地上 他刚弯下身子准备捡起来 钥匙却被马库斯抢先捡起来了 然而马库斯并没有把钥匙还给他 这让奥利维亚觉得 马库斯与摄友们是一伙的 现在这些举动只是为了拖延时间 好让摄友们来抓他 所以他假装到马库斯的怀里寻求安慰 趁机夺过钥匙后 直接往马库斯脸上一桶 钥匙正好插在了马库斯的脸上 马库斯满脸的不可置信 他对奥利维亚说道 妈妈果然是对的 你这个恶毒的女人 很快 摄友们也从房间里追了出来 奥利维亚静止地 朝着前方的一辆车子跑去 车子带着他离开了这里 没想到 司机正是眼镜男大叔亚历克斯 在亚历克斯的帮助下 他决定前往警察局寻求帮助 此时的他已经彻底慌了神 下车的时候 自己的包跌落在地 里面的文件资料散落在了车子里 他赶紧收拾起来 无意间 将亚历克斯的稿子也装进了包里 匆忙收拾完毕后 奥利维亚赶紧跑向警局 而坐在车里的亚历克斯 正透过后视镜盯着他的背影 嘴角依然挂着那个色秘秘的笑容 虽然奥利维亚躲进了警察局 但是不知道摄友们从哪里得到的消息 急匆匆地赶了过来 奥利维亚见状立刻想要找警察帮忙 可是工作人员以排队为理由拒绝了他 眼看着摄友们快找到自己了 他只能通过东躲西藏来摆脱摄友们的追杀 好不容易摆脱追杀的奥利维亚 在逃跑过程中摔了一跤 包中的资料再次洒落在地 奥利维亚手忙脚乱地将文件塞回包里 无意间发现了亚历克斯的稿件 更让奥利维亚大吃一惊的是 亚历克斯的稿件中的故事竟然和自己经历的异母一样 甚至连每句台词都能对上 这让奥利维亚有一些懵圈 一时间分不清自己生活在小说中还是现实中 猛然间奥利维亚看见了不远处的亚历克斯 此时他正坐在车子中马自 之前奥利维亚上写作课时的笔记让他灵机一动 他打开电脑开始创作关于亚历克斯的故事 没想到车子里的亚历克斯果然如他所写一般 奥利维亚一看真的奏效 为了报复亚历克斯 他把亚历克斯的电脑写成了一个能够吃人的怪物 文字刚敲进电脑中 亚历克斯的电脑上就出现了一张嘴 直接把他的五指全部咬断 这撕心裂肺的疼痛让他忍不住疯狂的嚎叫 随后奥利维亚走过去拍了拍车窗 这顿时把亚历克斯吓了一跳 奥利维亚上车后 亚历克斯将所有的事情都坦白了 他表示自己十分喜欢奥利维亚 并且以奥利维亚为原型创作的小说中 奥利维亚本该是人生得意 顺利走上人生巅峰的 可是自从他听了写作老师的课程后 他改变了创作的思路 准备让奥利维亚跌入谷底后再一鸣惊人 奥利维亚听到自己依然是美满的结局后 两人达成了和解 奥利维亚为表诚意 删除了刚才所写下的文字 亚历克斯的五指立刻恢复了原型 他们相识一笑 一切尽在不言中 然后两个人来到了一家日本寿司餐厅 屋内装饰了很多日本的象征视频 在亚历克斯的后方就悬挂着三把武士刀 两人在餐桌上相谈甚欢 奥利维亚也知道了 写作老师正是亚历克斯的七词 这让奥利维亚感觉到不可思议 突然他发现悬挂的武士刀少了一把 赶忙追问亚历克斯是不是他所写的情节 亚历克斯失口否认 突然他像是想起来什么似的问道 要是我们也是别人笔下的角色呢 花音刚落 马库斯拿着武士刀 直接刺穿了亚历克斯 鲜血见了奥利维亚一脸 眼前的场景直接把他吓懵了 接着之前教奥利维亚写作的老师 从座椅上站起来 他走到了马库斯的身边 这时奥利维亚才知道 写作老师竟然是男友的妈妈 他命令马库斯杀死这该死的贱人 看着奥利维亚被杀死的这一幕 写作老师壮若癫狂地笑了起来 画面一转 一位老妇人正敲动着键盘写道 杀死这该死的贱人 作者一边笑一边发出嘶嘶声 此时的他正彻底地沉浸在 写死奥利维亚的快感中 正在煎牛排的丈夫 打断了老妇人的思路 他对着老妇人喊了一声 安妮丽丝 原来这老妇人正是影片开头 发短信让奥利维亚和男友 来家里吃晚餐的男友妈妈 等到丈夫转过身来 这才发现 他竟然和故事中的亚历克斯 长得一模一样 至此故事的真相才水落石出 很明显 前面奥利维亚身边发生的种种事件 都是安妮丽丝笔下的故事情节 而他本人也被自己创作成了 故事中的写作老师 因为在现实生活中 十分讨厌奥利维亚 甚至怀疑自己的老公 与奥利维亚不清不白 所以他在小说中 把奥利维亚写死了 这也解释了 为什么之前奥利维亚在床上 会对男友说 他的妈妈不喜欢自己 丈夫让安妮丽丝帮忙煎牛排 自己去拿点玉米 虽然他十分不爽 但是还是接过了烤肉夹 没过多久 马库斯带着奥利维亚来到了这里 双方互相拥抱 打着招呼 看着丈夫和奥利维亚拥抱在一起 安妮丽丝明显一脸鄙夷的神情 因为他一直觉得 丈夫和奥利维亚的关系不一般 所以才会在小说中 把丈夫和奥利维亚 描述成一对肩腹淫妇 尽管安妮丽丝对此十分不满 但是还是笑着 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 随后 奥利维亚来到了他身边 希望他能够接纳自己 安妮丽丝也表示 自己非常喜欢奥利维亚 还顺势将奥利维亚抱在怀里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 他直接将烤肉夹 插进奥利维亚的身体里 看着倒在地上 不断抽搐的奥利维亚 他不慌不忙地说道 我可以删除 我什么都没做 接着 安妮丽丝来到电脑面前 疯狂地按着删除剑 但只见 他嘴里不断念叨着 删不了 删不了 这时 远处传来的警笛声 此时的安妮丽丝才发现 自己混淆了现实世界 与小说中的创作 以为现实中 自己所做的一切 都可以重新来过 终于酿成了大祸 故事也就此落下了帷幕 好了 本期视频就是这样 谢谢各位一如既往的支持 咱们下期见